哈喽大家好,我是尼克奇异果 这期视频呢我想录一个五分钟化妆挑战塞 因为我之前录过三分钟化妆挑战塞,我失败了 我就看看放宽到五分钟我能不能成功一回 那就,我看看我准备准备好 那就,我就尽量就是步骤全一点 就是,如果,反正我就尽力而为吧 五分钟,开始 我就不说话了,等我画完再跟大家讲解吧 我们就像这一样的一样,尽量就是 放入冰箱中间 放入冰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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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小麦粉 放入冰箱 我做了一頓的道具 我基本上也要做一副 放進去 我用我做个道具 什么事 我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到时间了 那这就算基本上完成了吧 成功了吗这算是 我跟大家 这就算是我成功了吧 我本身我就觉得 就是晚上录这种的 就是妆容视频呢 挺不好的 因为就是很吃色 就是因为光都是这种 有点发黄的光嘛 再加上就是光线 我现在住的地方 光线还是比较暗的 就不太适合录妆容视频 色差比较严重 比较吃色吃妆容 但是呢 因为我就会感觉 我画照技术本来就不行 然后又是录这种 急急忙忙的 我肯定画的不会太好 所以我就感觉晚上录吧 那我就简单讲解一下吧 我首先是先用粉饼上底妆 粉饼我用的是这个3的双色粉饼 色号是101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跟那个CPB和苏库 比起来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就是也挺好的了 然后上妆工具还是这个小胖刷 上完底妆呢就是高光 高光还是这个CPB的高光 高光之后呢是腮红 因为我本身我觉得 比较喜欢用腮红膏 但是因为赶时间嘛 你还得取色 还得搓开 然后看看对不对称再搓搓 就比较慢 所以我就用的是这个 Infsa的三色 四色盘 色号是PK 101PK 然后上完腮红呢 高光 然后是修容 修容我用的是这个 Mac的修容盘 色号是SCEPT 是这么读吗 然后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之前把它摔碎过 所以看起来还有点 有点 就是碎碎打 然后修完鼻影 我脸一般是不太修 虽然我脸胖 但是也能就是 也懒得修 然后就是 口红 口红用的是这个 Dior的 356号 这就是非常裸 就基本上没什么颜色的颜色 然后 我可能看我刚才消失了一会儿嘛 一个是去拿一个鼻影刷 一个是去拿这个眼影盘 因为 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 对着相机 画 就盲画 画那个眼线 所以我就先用 那个眼影盘当中的 最深色来画 然后用的是这一盘眼影盘 后来我看还有时间 因为三分钟化妆挑战 下来的时候 我就慢慢悠悠的不着急 结果就失败了 就五分钟我还挺赶时间的 结果发现时间还是挺充裕的 多两分钟真多不少呢 然后就用这个眼影盘 补充了一下 然后眉毛 眉毛用的是这个 MAC的双色眉粉 其实这个画起来倒还可以 我就是讨厌它掉 就是结块往下掉 然后这个眼影刷 什么眼影刷 眉毛刷 是这个的body sharp的 就是 它俩搭配的好处 就是这种 特别特别大 特别宽的 那个眉 眉粉刷的好处就是 特别的快 你沾点 然后就 你眉型修好了之后 填充一下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 睫毛 睫毛夹还是这个素裤的 然后 嗯 睫毛膏用的是这个 蓝扣的 这个算是我 我众多睫毛膏当中 比较 看 就刷出来 比较裸的了 我感觉 其他那两个刷完之后 就还挺明显的 我有的是 蛇型就稍微 不太明显的 就稍微有点就行了的感觉 好啦 那就差不多吧 这个妆容也算完成了 因为我下面还打算拍另外一个视频 所以我希望自己是有一点装的状态 就现在拍了一个这个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